这一集我们来到云南的昆明 这里去年有一宗 轰动全国的大新闻 掀起了追障热潮 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一宗野生的云南亚洲象 竟然离家出走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身边就是我们的 副云南森林消防总队的 洋队长 张组长 非常感谢你们 要扑送我们的大厂回家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职责 去年五月 一行十几只叫做 短鼻家族的云南野生象 不知什么原因 由老家西商板纳的保护区 走了出来 一路向北 游遍大半个云南 消防总队队长 杨长宇和队员 被政府调派组成了一队守寻队 沿途追踪保护他们 当时你们接到这个任务 是怎么去安排 因为从来没有经验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任务 要去寻找一群大象 我们就用了最大的那张无人机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终极武器吧 终极武器 对对对 它的行动轨迹是飘忽不定的 对对 从来都没有离家呼吸过 就这么一次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监测 这种野生动物 第一次看见大象 穿过县城的时候 就是还是很震撼的 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觉到人是渺小 因为不想吓死他们 搜寻队就任由大象家族通处走 走到公路 走入民居 他们就只用航拍和巡护车 远距来监察 其实动用很多人力物力的 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 在为这个事情工作 然后他就落无其事地 慢慢悠悠地在县城的街道里面穿梭 一会儿又跑到那个商店里面 去偷吃东西 所以他们的性格还是很皮的 其实他们这群像 就给我们感觉是一群顽皮的孩子 一会儿给我们添点小麻烦 一会儿去哪个家里边搞点捣乱 其实有时候会冲着这个无人机镜头 仰鼻子看着 他其实是知道 有这么一个机器在跟着他们的 如果发现帐群即将路径公路、村庄 搜寻队就会提前做交通管制 疏散村民 是为了防止人和大象发生冲突的一个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 就好像他们适应了人类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投在路上的食物 以前有时候他是不会吃的 然后到后边 他基本上地上有什么 他鼻子一勾就自己就吃了 他一开始通过这些公路 还有村庄 他是特别小心的 但是之后他就会感觉大摇大摆的 因为他觉得有人在保护他 这个母像把小象护在中间睡觉的一个场景 当时这个场景也是我拍到的 画面就感觉很温馨 母像 成年母像这种母爱 就跟我们人类的母亲一样的 睡觉的时候 他都把小象护在中间 可能有人他们就在讨论 说这个庄下吃了怎么办 坐下怎么办 因为他们毕竟是以中底为生的 马都是一些比较朴实的龙 然后有一位老相让他就说了 没事 这个庄下吃了呢 明天我们还可以再种 但是这个大象呢 他又不是每年都来的 他喜欢吃就让它吃 现在生活好了嘛 他们也觉得那点玉米啊 那点古物啊 可能吃了也无所谓 再一个是他们也知道 政府和保险公司会赔这些东西 对 由去年五月出发 四处闯荡 经历四个多月 都似乎乐而忘返 但到了九月开始入秋 天气已经转眼 随着他越往北走 再过了十月份、十一月份 云南北方的这个座物 就全部都没有了 那他就没吃的了 我们当时的指挥部 包括专家族的成员呢 就是还是要决定 一定要把他想办法 让他往一个大的方向上回去 还专门在这个 他经过的路上 给他开设了一个 大象的招待所 里边挖了很多水池 然后投了可能两三吨的食物 在那里 他就真的在那边休息了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 其实他就返回到 适合他生存的地方了 这群大象不遷的事件 其实只是揭开罪魔 其实究竟他们的棲息地 是发生了什么事 令他们要北上 所以我们终于来到这里 就是他们的家乡 缅甸和老窩的边界 这里是西商版纳 亚洲象是亚洲大陆 现存最大型的暴雨类动物 自古以来 人类为了象牙不断捏杀它们 也无忧子地砍伐树木 令热带雨林逐渐消失 以往去到黄河流域 都可以看到野生象的蹤影 但是到了80年代 全国只剩下最后百多只亚洲象 聚居在云南 为了拯救这种贫林绝种动物 云南政府在西商版纳 保里和林仓 挖起了多个自然保护区 几十万公顷的地方 禁止人善闯和非法猎杀 野生亚洲象 终于有一个安全的棲息地 这里是西商版纳自然保护区 你看,这里其实是一座叶大雨林 但来到这里 发现它们的保育功夫 真的做得挺不错 可以看到树很茂盛 而且很高大 原来野生象 反而喜欢吃生得比较矮的灌木 和一些草本植物 再加上,野生象越来越不怕人类 所以经常偷走到保护区外面 去附近的村民家找食物 我现在进入的村子 叫香烟青村 距离保护区很近,只有五公里 所以很不幸 成为了野生象找食的头号目标 你好 你们是这里的村民 你好 你好 我听说这里有大象 有来过这里 对,野生的大象 就经常把我们的专家都吃了 我听说也有闯进村民的房子里面 有的,进到他的厨房去过了 还进他们的厨房 对 对 蛋也会吃 面粉也会吃 盐巴也会吃 什么都会吃 电饭包里面的饭 他也会吃 电饭包里面的饭也吃 你现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频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节目片段 就快点点下方的小铃铛 subscribe 不去嘴嘴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